那么下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看 如何会是这样一个图形 假设我们会遇到了 2017年内地电影票房前20个电影 那这个数据是从这个网站上过来的 那么可能经常有同学想要爬一些 比如说之前的公司是在一个传媒娱乐公司 对不对 这会儿你想爬一些电影的数据 没有必要去爬什么猫眼呀 豆瓣呀对不对 你看这网站 给的非常清楚 这些数据都是有的 还有很多页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电影票房数据也是有的 还有网票牌房实质票房 这些数据都是有的对不对 就没有必要去爬什么猫眼电影呀 那你把他的东西 来看一下 至爱凡高 杨猫传京东联合做的一个电影吧 不是京东上天的大梦花吗对不对 机器之心 机器之血 这是什么电影 这好看吗 大家看过吗 大家没看过电影对不对 不是给大家授鱼的话 鱼它不是有电影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该怎么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是应该是八月份九月份的这样一个数据哈 当时战斗R比较火的 只数据在这个地方 有这样二十部电影 它对应的这个票房在这里 我们想要把这二十部电影的票房 通过图形给它展示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使用调映图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脑子里有一些印象 什么时候用调映图 什么时候用脂肪图 调映图来汇制离散的数据 统计离散的数据 对不对 什么叫离散呢 就是这些数据本身 它们之间的没有任何关系 那比如说战斗二 宇宿路以继续八 它们之间的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映图 把它展示出来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说汇制一个调映图 这个条也应该是汇制XOY X是什么 Y是什么 X是什么呀 是不是电影名字呀 那么Y呢 这些电影名字对应的票房数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票房越高 那么这个数条就越高 对不对 那么要达到效果了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看一下 那么使用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它这边写的有 BAR bar这个方法 对不对 然后传入X 传入Y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测试下XX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这是在41 配取41 from math plot nib input pyplot as plt 然后from math plot nib import fund manager 那么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数据先复制过来 用一下 这样子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把它整成 就写AV吧 算了 没事 那么就是plg.bar 然后呢 传入X和Y X呢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能够直接传这个字符绿进去了 对不对 我们应该传的是 什么呀 应该传一个数字的一个列表 可能更好一些 对不对 因为机简单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range 弄A就好了呀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数字的 对不对 然后传说B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plg.show一下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能力见吧 这是什么不好力见的呢 bar这个方法就会是调音符嘛 传说这是X嘛 这是对应的Y嘛 然后还能 放好就好了呀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要传数字进去吗 这是数字嘛 这也是数字嘛 那对应他就把这个点 给汇出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就完事了 我们之前会是调音符 我们之前会是三点图 直方 三点图 直线图 不都是这样的吗 所以说X 所有的坐标的X的值 所以坐标Y的值 那这里Y的值是B嘛 所以X的值 我们就从0 到他最后一个嘛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使用XX 把这些数字对到字幕串上去 不就完事了吗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哪地方不能理解 哪个地方不能理解啊 我们最终要使用XX 把这些数字对应到这些字幕串上去 不就好了吗 我们之前不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吗 我们之前刚才写3月1号3月2号的时候 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是把数字对到字幕串吗 这里我们也是把这个认解 能A到时使用PLT.XX就对过去了吗 认解 能A对应到什么呀 对到A不就好了吗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来看一下配置41 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呀 简单吧 现在只不过有些细节我们要调整 对不对 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恶心 对吧 或者这个线条太粗了 想把它变细一些 中文Astix这个地方大家都会知道该怎么改 对不对 那还有描述信息 大家也知道开始过去改它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些细节的地方 然后做一些调整 那首先 我们要中文显示出来 对不对 那就是比如说 my font 对不对 我们把之前这一行呢 复着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在写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放的project 对不对 对于my font 对吧 然后呢 还可以干什么呢 rotation 比如说4.45度 对不对 可以做下这个事情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这个bar里面 还可以传个参数叫做wise 咱们的idth 这个wise是什么呢 就是宽度对不对 然后我们0.3 0.3 把这个线条成这样宽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宽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宽度 然后决定是否要做这个事情 而说到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图形大小 对不对 设置图形大小 那就是plt点什么呀 figure对不对 figure对于figure size 等于28 然后idpi等于80 放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这里是绘制程度 然后呢 这是设置字幕图的 打s主上 然后呢 在这跑下 试试看下结果 图形是不是变大了呀 但现在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到这个 下面这个 有些错位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当这个名字比较长的时候呢 它都会有一个 往右移动的过程 发现没 明明是应该往前的 但是它往右了 因为鼻子太长了 对不对 那么又来了 鼻子太长该怎么办了 那么竖着嘛 90度 它是不是就不会错位了呀 那看一下 90度的时候 这个什么样的效果 显示不完整 对不对 显示不完整该怎么办呀 图变大一点 对不对 那竖着高度 调高一些 或者很多这个高度 调矮一些 对不对 那比如说变成15 高度是不是变高了呀 变成这个调样子 对不对 我们缩小一下 是不是还是不完整呀 可能是我在电脑上看是不完整 那我能保存到本地看一下呗 对不对 那plt.siv 费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是movie 点png 保存起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好 关了 这一个movie点png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图 是不是有点完整呀 但是呢 不太好看 对不对 看起来比之前好一些 但是这个 字幕上有的长的短 看起来还是不好看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了 怎么把这个字幕 是不是变得短一些 比如比较长的变得短一些呀 换行就完事了 对不对 是不是换行就好了呀 那换行怎么换呢 钢恩嘛 对不对 之前是不是讲过呀 钢恩 是不是就好了呀 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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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能打到这样的换行效果呀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呀 如果这个长度比较长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对大家加钢恩嘛 对不对 那怎么算比较长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程序来写吧 如果字幕串中间 我们发现比较长 那么就往对应某个位置 比如说中间那个位置 insert一个什么呀 insert一个钢恩嘛 就好了 对不对 把往字幕串里面中间 某个位置 插入一个数据 插入一个钢恩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来看一下 生化危机6好像没有写 生化危机6中章 凡恩 金刚狼数十一章也没有写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边境金刚五座的骑士 然后将来比海盗 终于特工级线回归 是不是都是 将对换了效果就有了呀 比如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换了效果有了呀 它效果是不是也有了呀 然后还有它这个地方的效果 是不是也有了呀 能看明白吗 能 可以是吧 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理解 可以这样做对不对 那做这样做呢 好像 仍然不是特别舒服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不舒服呀 虽然确实换好 确实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不是那么带劲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 大家想一下 可以怎么做呀 做不到 这是静态的图片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科研上面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 这个职帮图的时候 他讲条件的时候 他怎么样 这图是什么样子 很折的对不对 那我们也画很折的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呀 那画一个很热的这样一个条件 不会怎么画 不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我们只是太天真 对不对 当然可以尝试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把这个代码就附了过去 这个地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绘制 横着的交信图 那看一下这是应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调用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barh 这个方法 barh就是绘制一个横着交信图 你解吗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中间会遇到几个bug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遇到这几个bug 跑错程序了 对吧 他 那么看一下 barh got a multi-value for argument wise multi-value for argument 这个错误大家应该经常预见 是不是 没有遇到 但是有些代码写的比较少 所以没有遇到 后续呢 大家肯定会经常遇到这个错误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呢 这个错误出现原因说的是 你给这个wise的参数 连续的传两个值 你解吗 比如说我们request 什么块 是不是有很多参数要传值 他经常会提示你 给什么header参数传两个值 给什么酷専数传两个值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明明就写了一个wise在这里 为什么说就传两个值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它原码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这里 barh 传入一个bottom 这是x 这是y y在这个地方是wise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但是在第二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写的是b 看见没 在第二个位置我们写的是b 但是在第三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又给wise付了一个值 相当于什么呢 前面这个b已经传到wise了 你又给wise传了一个值 所以就报了这个错误 理解吗 那问题就来了 第三个算数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hate 对不对 诶 情况不是说是wise吗 现在真理物上变成hate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它是横着了 对不对 因为之前竖着的 所以它是wise 表示竖着的一个宽度 对不对 线条的粗细 但是现在它是横着的 就不再是wise的 而是高低 所以用hate对不对 表示线条的粗细 由于它是横着的一个图 能理解吗 h1 rght 所以是这样的hate 就能设置了这样一个线条的粗细了 在绘制的横着程度的时候 x和y还是不用变的 就是这样的x和c和y 我们再来跑一下 评论看下结果 有没有问题啊 诶 这个坐标怎么在下面呢 因为我们刚刚写的是 x66 这里还换着8 所以这里应该变得怎么样 ytx 对不对 我们再来跑一下 评论看下结果 又组织到一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它给旋转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必要旋转了 对不对 就让它横着就完美了 对吧 就让它横着吧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呀 看下这个样子 是不是比之前要好看一些 这个横着程度对不对 这个颜色呢 大家觉得可能有点丑对吧 那可以在这里干什么呀 像一个参数叫color对不对 COLOR 比如说orange 橙色 比较耀眼对吧 就这样子的 对不对 看起来可以醒目一点 所以这个图到这个地方 就绘制完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里之外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绘制一下 x ticks x enable y enable 还有title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绘制一下网格 那为什么要绘制网格呢 这么多线条 可能有一天你不清楚 到底它是在比10大呢 还是比10小的 对不对 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那里加个网格 可以说呢更清楚一些 那就plt.grade 然后呢 比如说添加一个透明度 alpha的0.3 好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会看到非常清楚 哪些电影的数量是大于10的 对不对 哪些是比10要小的 哪些比20要大的 所以通过这儿 大家可以发现 战狼2它的票房呢 是要远远领先于其他的所有电影的 对不对 比数据708差不多高一倍 对吧 差不多高一倍 这刚好是一倍的样子 好像是 能够到这 对吧 然后呢 比其他的什么都高很多 对吧 是这个样子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或者条件图 能够非常极观的 去展示这些数据 大家可以这个时候来对比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 别人给了你 给了你的数据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一堆数据 就说 这有几部电影 这几部电影呢 它的票房是这个样子 让你看 和我们去看 这样一个图形 哪个更直观一些啊 毫无疑问 肯定是图形更直观一些 对不对 可以更直观一些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 进行可视化的操作 可视化的处理 配完了之后呢 会让别人和我们自己 来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能更加持观 很明了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绘制调音图 那绘制调音图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对不对 就会的数的调音图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个方法 好像有些和其他方 和其他之前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其他也都是一样的 哪不一样呢 就除了这个方法 明天不一样之外呢 里面尽量我们还可以给它 传个参数叫wise wise表示的是 当前我们会的数的调音图的时候呢 它的线条的粗细 通过wise来控制 那么当我们会的 会是横着调音图的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barh这个方法 对不对 不然而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使用hits 来控制这个线条的高低 对不对 那么其他地方呢 和我们之前的东西呢 都是一样的 发现吧 其他地方我们之前都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大家来做一下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是干什么 知道列表A中 电影分别在 2017年9月14号 9月15号 9月16号 三天的票房 为了展示电影本身的票房 以及同时和其他电影数据 进行对比 应该如何呈现这些数据 我们来做的事情是 展现这三部电影本身的 这些票房数据 以及同其他的电影呢 进行一个对比 怎么做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画三次就好了 这样有三天 我们就要画三次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